哈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游乐圈中的很多明星有自己喜欢的明星 把对方当作自己的偶像 一步步的向对方看齐 明星们追求自己偶像的时候 丝毫不输给素人 不同的是 普通人追星难度十分大 而明星们可以说是轻而易举 毕竟同是圈内的人 还是有很多机会的 大家对神月应该很熟悉 自从她和胡一天共同出演小美好之后 人气飙升的她 迅速成为了很多人喜爱的对象 在她受邀参加综艺 亲爱的客栈时表现兴奋的喜人 与大家相处的十分融洽 这个节目每期都会出现一个神秘嘉宾 大家也都纷纷猜测这位神秘人的身份 王鹤蒂突然的一句 好像是张继科 结果静影的神月特别激动 明媚的本质暴露无遗 边跳边喊是不是真的 净显娇羞的小模样 竟然还激动的摊坐到地板 众人也是对她的反应表示目瞪口呆 见多时光的涛姐都被神月的样子惊呆了 蓝脸笑意的说你至于吗 而这是王鹤蒂的一句 好像是假的 把明媚神月拉回了现实 打破了她的幻想 看来神月算是白激动了那么一阵 连想到弟弟随意逗逗她 竟然引发了如此好笑的一幕 游乐圈真的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自己生了一个偶像 竟然也有喜欢的明星 说明明星在某种程度上 也是一个普通的追星人嘛 观众对明星追求什么看法呢 对此住有什么想法吗 欢迎在下方评论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点个收藏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啦